膀胱害羞 他的生理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都是因为心理的因素 所以我们才用害羞这两个字来 而不是用所谓的 膀胱过动症或膀胱无力 这种疾病的名词 来去讲这一件事情 各种年纪的单理都还是会发生的 嗨 美医师朋友们大家好 连我下半生 连你下半生 可是泌尿外科医师 中文蜜座医师 那我们今天要提到的一个是 比较特别的问题就是 膀胱会害羞你知道吗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 膀胱胱害羞症 也就是所谓的膀胱酒迫症 代表的是你在膀胱排尿的时候 出现的困难 就是他在排尿的时候 他咬不出来 尤其在公共厕所 尤其如果后面有很多人在排队的时候 他就会害羞 造成他排不出来 造成他的密尿道感染 肾脏的发炎 最后也会造成他在人际关系上的一些问题 他不敢跟人家一起同友 他会觉得他是团队的连罪 甚至他在他生活上 就造成他觉得有自卑 甚至焦虑的感觉 排尿他很重要的 有点是大脑 有点是我们的盘胱 当我们开始要排尿的时候 大脑先会降低他对盘胱的意志 同时他会通知外跨越肌要去放松 一个桌一个放 尿就可以排出来 膀胱害羞症的患者 大脑害怕害羞 造成了他人无法去放松外跨越肌 而他们的尿拍不出来 为什么大脑会产生这些害怕的状态呢 可能是这些患者 他本身受到一些心理层边上的曾经的创伤 有可能是他在他以前在借尿布的时候 因此被入网或是他曾经遭到性侵 在公共场所或是在厕所的时候被伤害到过 有些人发现他以前没有这种问题 为什么到年纪变大很幼才开始有 男性朋友他开始有社会线肥大的问题 那他没有就医 他站在这个厕所的前面呢 每次等很久 发现后面拍一堆 会觉得造成他觉得一些生活上的压力 含量的压力 也形成他膀胱害羞的问题产生 所以膀胱害羞 各种年纪胆里都还会发生的 他的生理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都是因为心理的因素 所以我们可以用害羞这两个字来 而不是用所谓的 膀胱过动症或膀胱无力 这种疾病的名词 来去讲这一件事情 膀胱害羞症需要就医治疗 它主要还是来自于心理层面的问题 可以从心理层面跟生理层面一起去进行 所以当你生理检查没有问题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要开始去进行 心理层面上的一个治疗 第一个你要先去认识自己 去了解自己没有疾病 自己只是心理上层面的一些酒困的问题 适当的用一些药物来协助他们 第二个 看他也会产生下生理上的状态的问题 不敢喝水 而造成膀胱发炎或是结症的问题 也要同时把它解决掉 膀胱窦缺症的患者 心理层面治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只是目前来讲 很多患者在就医的时候 他不会把他真正的状态告诉医生 他只会告诉医生说小便解不出来 也会告诉医生说 他在什么情况下解不出来 所以这方面真的需要经由专业的医师 还有跟你这种专业的讨论 才能真正找出这个病因 需要有精神科医师 心理科的这个方面的专家 以及密尿科的医师来 通常来讲还是先需要密尿科的医师 来排除掉他是不是生理架构上的问题 有些他可能是因为 生物线肥大小便解不出来 因为在公共厕所上厕所的时候 他解不出来需要很多人排队 而加重了他这方面的状态 所以要先从密尿科去排除掉生理状态以后 我们会想他就走上心理上的层面的探讨 而去协助他 他的治疗主要是来 认知上的一个训练 比如单身好了 你就找到你厕所比较大间的厕所 进去以后就尽量排在比较旁边的那一个 因为最少你左边是墙壁 你少了一个两边的压力 或是到上大号的这个小房间里面去 慢慢适应慢慢习惯 也给自己比较长的时间去上厕所 不要有压力 如果说你外出的时候 尽量的还是不要阴质而不要喝水 因为当你还是习惯不喝水 你就会不会跨出这一步 那就是开始去调整 你如果去找到一个 比较让你觉得舒服的环境 那经过认知方便训练 其实你会进步的 所以你真的要勇敢的踏出这一步 会让你的生活品质从此改善 所以膀胱窘迫症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生理上的疾病 它真是我们心理上的一些问题 我想认知自己的状态 我们勇敢的去面对这个问题 最后呢 我们小黄回来了 小黄我问你 你如果有膀胱窘迫症的患者 应该怎么办呢 继续鼓励他 好好地去就医认识自己 小黄我们要结束了 你要记得提醒观众怎样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要按喜欢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开启小铃铛